加入ODC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和缘分 因为我跟这个ODC的集团主席 李绍峰先生 我们认识了17年 我相信这个老板 我相信这个李绍峰先生 他是个非常眼光的人 他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用这个亲名字 来做这个美容事业 而且这个讲究看帅老 看这个自由记来讲 是目前这个趋势 是市场现在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要做这个市场要的趋势 市场要的产品 这样你就能够借力实力 所以更加能够成功 所以我就觉得 他选这个产品 我就觉得他选对了 尤其是日本的产品 我从我在美容街 还有就是这个指销行业里面 现在很多出名的公司 知名的公司 都是往这一块去 现在这个你看 我们讲传统来讲很多 现在都是搞到未整形 为什么人要做未整形呢 就是每个人都要年轻 要美丽 要漂亮 他们都不喜欢很多的钱 去做这一方面 这些手术 做手术啦 所以在指销方面 因为指销我们之后 没有从未整形的方面下手的 这都是从实体 从产品的 所以现在指销 有好几个答案的公司 那就不方便是讲什么公司啦 你看他们都是往这方面去 也都抓到相当的成果 但是他们有一些就是用人体的 就是植物的 而我们这个是 现在是最新的这个科技 我们是用青原子 相信青原子 目前市场上很多人就是一把五件 做一个新的概念 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 青原子原来可以做成 看衰老 看氧化 尤其是看自由基 我们是 我们这个 日本的这个 特学原子力 用了大概五十多年的研发 所以为了很多人 他当初跟我分享的时候 再给我看一些短片 看一些资料 我看到非常兴奋 我觉得这个东西 跟市场 因为我一般做市场 我们主要是什么 产品差异性 只要你的产品有差异性 你就几乎可以说成功那一般 再像是看你的商业模式 看你的背景 公司的背景 最大的才是在他所说的黑科技 黑科技就是说 每个人都懂这个青气 青很多人都懂 青原子就比较少懂 然后黑科技 更加多人摸不着头 就是说 听过什么叫黑科技 他肚子是什么 然后知道什么是青 不懂他怎么样可以拿来做成 这么高科技的 这么对人体有效的产品 这个就是我对他非常喜欢的地方 非常棒 总之你懂 你做不出来 别人知道 他模仿不出来 这个是非常棒的 最重要是你肯试 你肯去试 我帮你喜欢他 他的效果非常好 黑科技 据我们自己所理解的 因为这个名词 应该是从中国那边传过来的 黑科技就是说 科学家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一个科技 发明了一个东西 但是他们没有公开那个东西 而别的在那个业界 他们认同这个东西 但他们不应该去证实 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们证实不到 所以黑科技这个东西 我觉得将来会越来越通这个东西 我刚加入OTC 主要本来是老板说 这个东西有兴趣 我说好很好 那我就刚开始就是 帮他开发第一个国家 就是马来西亚 因为在中国 这个产品呢 他们是跑三极致 就是说跑批发制度的 就是传统的 然后因为老板跟日本厂家 他们达成了协议 他们要尽快把这个 全球的这个市场拿下来 他就问有没有这个兴趣 做全球第一个国家开发 那我就想马上答应他 然后我就在马来西亚 找一些旧的伙伴 也找一些以前在直销认识的 一些朋友 还有一些伙伴 然后我们就去 开始扩展这个事业 然后一直都很顺利 很成功 可以说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主要是看效果 那效果很好 而价格不是很贵 而且加上老板 它现在有套很独特的商业模式 所以可以使人家 简直可以说是用产品 是用免费的 所以就很多人是很敢去用 用了就看到效果 所以我们就把它下来 就很顺利的去 把这个市场打开 然后过后呢 我就慢慢慢慢的 嗯 老板就说 国际 我们要不要去开国际这个市场 然后因为我以前做的 几天那个直销公司 都是跑国际路线 所以我目前 短短的几个月 两个月之时间 我已经大概开了十五个国家 现在我们开了新加坡 泰国 还有印尼 还有香港 然后接下来 下一个目标 我们就要开去 远南 经过在辽国 我们先跑东南亚 东南亚 跑完之后 我们就跑亚洲 亚洲后 我们就到印度 到中东那一带 最终的目标 中极目标 我们向欧美国家 通过ODC 我看到我 帮助到所有 几乎帮助的人 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尤其我 我很开心看到一些 年老的长辈 他们很多都是 长期有些难事 他们受到那个 破发的困扰 或者地中感的头发 没有头发的 然后现在他们 大概用了一个多两个月时间 他们的头发都长出来了 然后那些摆走发的 他们慢慢也是黑头发的 那还有一些 可以说很神奇的见证 因为我们的产品 主要现在 目前马来西亚有六个产品 因为一个是 头皮的 头皮好养 那我们用到头皮包咬之后 我们也有好几个见证是 他的手 他的脚 或者是你其他部分的一些 症病 被长期困扰 他的问题 都解决了 这个是我觉得 是非常神奇的 非常当的 我觉得 我们今天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 当我们碰到一段好的产品 好的老板 或者可以好的平台 我就觉得 我们就要全力以赴 先去想想去帮人 利用这个机会 去帮助更多的人 实现他们所要的 比方说现在很多人要年轻 要健康 然后接下来 最后我就觉得是财富了 当然 首先假如我们没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 我们财富那边 这个方面之外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所以假如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很亮临的 一个外貌 一个很开心的 一个心情 我觉得财富那方面 这不是大问题 因为我们公司 实在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商业博士 所以我的信念是 尽量帮助更加多的人 加入我们这个行业 这个平台 然后能够 鼓励更加多的这些国际领袖 大家来这个平台 共同的发展 共同的招呼人群 我个人觉得 作为一个领袖 其实我觉得 这个要从自己 自己做起 从自己先做起 还是自己 我觉得 首先自己要先自律 自律 然后要管好自己 然后要有一个 一个心胸宽大的心态 一个大方无私的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觉得 而且最主要是 自己对那个产品要认同 自己对这个事业也要认同 自己去赏识 去了解 然后去使用这个产品 然后你自己从产品得到的好处 然后你自己是最好的见证 然后自己再去传达下去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使命现在是 我的使命是现在我是 协助我们的公司主席 袁绍峰先生 把ODC用最快的速度 在全球各国把它展开出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袁绍峰先生 他希望计划 再次未来的三五年 他要在好几个国家上市 主要是在美国 然后在香港 然后在中国要上市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想 通过这样子 可以把这个事业做到更大 然后我们也是想 现在跟这个日本的 这个科学研究院 一起调一个很紧密的合作 可以研发更多更好的 用青年者的产品 去帮助更多的人 不论是在美貌 美容或者是健康 那个美丽方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 很大的一个突破跟进展 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 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使命 所以我目前每天都不停的 在很多的国家 作为是去跑去宣传这个产品 目前刚开始是在东南亚 我相信很快 我们就要重复去到亚洲国家了 然后我们未来的计划 我们计划是 在每一个国家 我们首先 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服务中心 我们通过开发更多的服务中心 去服务更多的客人 去为更多的这些经销商门服务 然后通过服务中心 我们再从每个国家 选出国家的代理 这个是我们目前主要想 所要做的 然后把正确的 从这个科学研究院 从这个日本的这些医学家 从老板他们那边 把最好的东西第一手传去 给这些国家的代理 我们现在在香港 我们有一个总公司 这不是海外全球的 中国在深圳也是一个总公司 那个是做传统品牌零售的 那是做中国大陆市场的 然后我们在海外的马来西亚 是第一个国家 我们叫国家代理 都我们是这个国家代理的负责人 然后在泰国跟新加坡 现在也是有两家服务中心在运作了 很快我们会在英尼 我们会在文莱 我们会在这个越南 我们会开始服务中心